哎哎哎小巧 听说你很不许你家里能处存呢 都是邻居 帮我处理一下呗 快点啊 我下不来许 哎奇怪了 邻居怎么知道我会做鱼皮花生啊 本来想拒绝 但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哎呀何况我也费不了多大事 那就一部分扒皮做成鱼皮花生 再留一部分不扒皮 做个糖霜花生吧 鱼皮花生的那个皮 是一层有点蓬化的面粉脆皮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皮是一个一个包上去的 做法虽然简单 但这一个个的包也是能累到手抽筋 包好撒点海苔碎 这是海苔口味了 炸的时候需要冷油下锅 小火慢炸 这样才不会使鱼皮裂开 炸好就是这个样子了 看着跟买的差不多嘛 还是做糖霜花生比较简单 经过糖化的无数次翻车 过熬糖已经如火纯青了 只要火厚对了 不停的嚼嚼嚼就能起霜了 喜欢厚一点了 可以加点玉米淀粉 扒了均匀就OK了 这夏天喝个小啤酒 就着这个不要太美 正好我也用自己家的花生多做点 撞到蜜蜂罐里 随吃随倒点出来 平时当零食也是很棒啊 哎呀都这么久了 做好了吗 好了好了 我去拿 这么少了 这么少了 一个八碗就这么多呀 哎我的碗 哎妈 短食用这个给我做个豆腐 哎你这哪来的呀 哎牛宝过来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个给你妈让她给我做成豆腐 这个就你的 行吧 哎呀 可以用一部分做点酱黄豆 这么简单的卤一锅 配个粥当个下酒菜 都是不错的 嗯 看着就很香 其实豆腐做起来也没啥难度 就是黄豆变成豆浆 豆浆变成豆腐脑 豆腐脑再压成豆腐 把豆浆过滤掉渣 看吧 这就是纱布眼大的后果 我买了过滤豆浆的网袋子呀 刚才用什么纱布 这么细腻的豆渣 先别扔 待会还能用 哇弄出这么两大盆 还好存了不少凝固剂 现在又把豆浆做成豆腐脑 把煮开的豆浆冲到凝固剂里 浇进去保温键十来分钟 再用烤箱也同时做一份 这配个卤就是豆腐脑了 现在就把这些豆腐脑 放到一个透气的容器里 压成豆腐 压得越紧豆腐越硬 做豆腐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这也不能干吃豆腐呀 我也不信这小子会给我吃小葱拌豆腐 所以给他做成最近比较活的脆皮豆腐 把裹了炸粉的豆腐 剪到六面金黄 煎好再趁热撒点椒盐 烧烤料啥的 再撒点不辣的红椒粉 哇哦 外脆里嫩 这才是这小子爱吃的 鱼板 你动作好了 来了 这是你做的 嗯 这好吃 哎妈 哎 看我呗 哎 你这黄豆到底哪来的呀 呃 呃 就是那个鸣鸡 啊 你怎么能拿她的东西呢 那待会来又怎么办呀 呃 呃 那你把这顺人都动不着 那不就完了吗 啊 那能行吗 这位女士 有情提示 你屯的这家商场局 再不吃就要坏掉了 杨先生 你是叫屯获一食所 事后回断场 还没有给我买手办的呢 浪费 浪费 今天我就让你把这一箱都解决了 呃 你自己吃 看恶地 沙糖局 可是有很多神仙吃法的 看我给你来个 花式炫法 恐怕待会啊 你要抢着吃了 你能做出来的说吗 行 那第一种吃法 得先把皮扒了 那比直接炫 更生滑的 就是直接冻 彻底动硬 吃的时候啊 抠一个 口感像是吃那个水果味的棒冰 嗯 秒杀棒冰 还可以做点冰点橘子 和罐头 这橘子上的白毛啊 得撕掉 不然煮出来会苦 那又是一项 费人的活 因为砂糖局 很小很脆弱 所以得先煮个糖水 再把橘子瓣 倒进去煮开 两分钟 就可以一物多吃了 热着吃是糖水 放冰箱冻四个小时 冻成这种冰沙质感的 就是冰点橘子 这酸酸甜甜的 沙沙的口感 配火锅 超棒 好热啊 那放密封罐里啊 再放冰箱冷藏 就是橘子罐头啦 砂糖局板的口感啊 更加甜蜜 等个饭后甜品 真的绝 凉爽 那水果大夫啊 其实就是做个雪梅娘的皮 这个我熟练的很 一堆材料倒一起搅和匀 上锅蒸熟 再把黄油扔进去 揉匀 这个皮就放几天都不会硬了 然后就揪一块 把橘子包进去 我家那小子啊 不喜欢阴容 那就裹点草莓碎 饼干碎啥的吧 这个小甜品 火了那么久 还是有道理的 诺唧唧的外皮 一口爆汁 一上桌 分分钟都能消灭掉一半 那橘子皮 我也不能让它浪费 水里加糖煮开 再把清洗了几遍的皮 倒进去 熬到几乎没有汤汁 再丢烤箱 低温烤个两小时 这是甜脆的橘皮干了 这口感 可比那个柚子壤好太多了 又接受了一个追剧小零食 那砂糖菊的一生 就算是圆满了吧 差点忘了 维炉煮茶可以烤橘子 还有一种惬意的吃法呢 其实大米能做的美食 简直不要太多 酸大米也不单单只能做米饭 泡散的大米也打成米浆 能做很多好吃的 每次去港式餐厅 儿子必点肠粉 今天我也试试在家能不能做成 用米浆的汁来做肠粉 正好炸可以做年糕 一举两得 没有肠粉盘就用披萨盘吧 刷层油一勺米浆 盖盖蒸一分钟 再放点调好的肉馅 虾仁 葱花 反正喜欢啥馅就放啥馅 再来一分钟就熟了 切断零个烤肉酱汁 这不就跟茶餐厅的一样了吗 儿子的早餐又解锁一种新食物 刚才瘦的米浆渣可以派上用场了 抓成团松壳散 上锅蒸熟 传统做法是手搓到光滑 那我肯定要借助工具 丢进木包机里加点油 十分钟就搞定了 传统做法是手搓成粗圆条 我还是要借助工具的 擀成片用模具抠出型 省事又规则 多好 做多的可以冻冰箱 随吃随拿 我先调个年糕的料汁 一般配年糕的都是甜辣酱 这种辣椒粉不太辣 儿子也爱吃 自己调的可一点都不比买的差 甜辣酱调好 先揭一拨尝尝 前阵子被刷屏的脆皮年糕 就是这样的吧 年糕就得秤热吃 秤脆的时候刷个酱 表皮脆脆的里面弄鸡鸡 嗯 真是爱死这个味道了 嗯 你们在等什么 表牛宝 还是尴尬的小剧情 啥也没有了 再见 假如我有个妹妹 鸡腿来啦 哇 鸡 鸡腿是妹妹的呀 妈 你 吃 哎 吃 但是我想吃面包 那不行啊 哎 是鸡腿有营养 不啊 鸡腿想吃那必须得安排啊 哎 我去 我去 不用 哎 就是 面包最好吃的对不对 这个给我啦 闺女想吃别说面包啦 就是炒猩猩 我也得满足啊 今天就给闺女来个吐司大餐 这种薄吐司 可以做个纸杯披萨 女孩都是颜值控 可可爱爱小杯杯的披萨 女儿一定会喜欢 哇哦 真好看 饱吐司的另一种经典吃法 当属蜂蜜吐司条啦 融化黄油加点蜂蜜 再把吐司条两面蘸一下 刚才切下来的面包编编也别浪费 可以给儿子吃 摆到烤盘里再撒点粗颗粒的白砂糖 烤箱十分钟就是脆脆的小零食了 别说闺女了 我都爱吃 第三种换成后切吐司 好多餐厅的主打甜品露奶滑 就必须得用这种吐司了 两面蘸一下牛奶蛋液 再用黄油接到两面金黄 这样直接吃也是贼好吃了 那给闺女做的必须豪华版 用链肉两片粘一起 再用勺子压个坑 再来点牛奶链肉加热融化 浇到面包的小坑里 最后撒的是阿华甜可可粉 所以口感是不苦的 这么治愈的甜品 哪有小可爱会不爱呢 后切吐司还有一种神仙吃法 你疯了你买这么多鸡蛋 哎呀 现在京东超市有新人专享 这些鸡蛋和吐司 总共是在上面抢的 超市便宜 而且正赶上京东超市一 会场每晚八点准时抢的吗 还能想每晚两百减三十的 进行活动 哎呀是吗 那我赶紧抢五八点 那你赶紧去抢吧 那我得赶紧做我的鸡蛋吐司 巨布丁了 那就是牛奶吐司布丁 号称比蛋糕还好吃 最后两片厚吐司 切成方块 丢到布丁页里拌一拌 到巨碗里点缀点 蔓越莓干 稍等一会会 香香香香的牛奶布丁也出炉了 以后早上 给他们这么搭配着吃 也不错 你的面巴来了 这个好玩咖啡就刚好吃啊 这是妹妹的 哥哥我们一起吃 哇有个妹妹也太暖心了吧 哥哥我要保护你一辈子 你傻乐什么呢 要不赶紧吃饭